民众发文控诉 这月15日到安乐区 某便当店买了三杯鸡便当 点了一个豆干当配菜 却发现有黑色的斑点 认为是发霉 恶心到爆 批评业者 拿消费者肚子在开玩笑 不过业者看到贴文 立即查证 发现是因为豆干和茄子 放在一起才会出现染色情况 而当事人说 知道发霉豆干 表示要将便当送到卫生局化验 原来便当店光是主菜配菜 就将近有40样 都是前台四位员工帮忙夹菜 疑似是前一位客人点了茄子 后来用同一个夹子夹了豆干 才会出现染色情况 开始在网路上看到之后 第一时间像店家跟仓库 还有厂商反映 有没有豆制品坏掉的问题 后来发现并没有这件事情 只是单纯的因为茄子染色到豆干上 看起来似乎是坏掉的影域 只是观感不佳 但卫生上是完全没有问题 那看到有没有私下跟 那个直接PO文哲的游戏 但考虑的态度稍微强硬一点 比较没有办法理性的共通 所以我们也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 对它有些执行法律上的帮助这样子 那以营养师的一个角度呢 其实茄子确实是富含花青素的 这样的一个花青素呢 不管是经过高温的油炸 或者是说长时间的泡水都会溶出 花青素本身是水溶性的 所以它很容易释出这样的一个颜色 来沾染到其他的食物 那在豆干上呢 看起来就确实会有点像是发霉 那其实民众可以用一个 很简单的方式来分辨 那豆干如果发霉了 它会有很明显的一个酸败的味道 那甚至会有白色的液体 黏液 那这样的状况呢 就确实是发霉的情形 不过天文民众没有经过查证 就贴出照片公审店家 引起了店家不满 将采取法律途径 而案情一天之后有最新的进展 贴文的当事人急忙贴出了道歉启示 表示愿意捐出50个便当 帮助弱势 而便当店也表示将不追究 同时加码100个便当 希望用负责态度 来看待这件豆干染色风波 记者黄绍鸣这种报道